现在的地球已经从反胜一年变成了胜一年 胜一年之后大家讲 胜一年恐怖是干嘛 整个西半球 有没有想到 整个北半球会进入一个水深火热的状况 果不起来 现在北半球怎么看 北半球热爆了 而且一下雨都是暴雨 真的 这胜一年对大家来讲真的非常难熬 热是热的要死 但是另外一个地方确实陷入到暴雨当中 现在所看到你看这是贵州的一个情况 很可怕 它大雨下到整个捷运站 下面快要变成蓄水池了 还好没有颇及到月台 那他们现在就说 还好之前也先告诉大家 会有这个暴雨的状况 所以没有很多人在那个月台下面 不然的话真的可能会沉灾 这雨是之大 如果这样一看的话 瀑布都在你前面了 这是深圳 深圳也一样是这样的状况 然后这个小哥在干嘛呢 他害怕他的水要涨到 会变成他的商店里面 会那个积水 不然你就算拿了一个来挡住的话 结果这个持续大雨的下情况之下 还是淹过了他家的那个商店 另外这个部分你看 雨大到连站都站不完 外卖小哥就滑出去了 就滑出去了 而且他是外卖小哥 其实这还蛮危险的 那主要在东莞这个地方 还好另外一个同意 赶快抓住他伸出援手 不然真的是可能会有一些 身体上的一些伤害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暴雨情况之下 这个也是很可怕 这是河南暴风啊 民众被风吹着跑啊 然后呢还伴随着冰爆 吹进来 整个把你...对啊 他都整个这边吹 而且吹倒在地上 所以你就知道想象风有多大 脚上跟穿溜冰鞋一样 整个重摔在地上 所以极端气候发威 就是让人家觉得很可怕 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要把镜头转向到欧洲去 欧洲一样也是 这地方原本是哪里呢 西班牙 它是一个红鹤的重要栖息地 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红鹤 在这里进行繁殖 有的时候甚至来到 两万对的红鹤 就没有想到你现在看到 本来去年的时候 它是说水还有到膝盖那样的深 就今年竟然长出草来了 结果红鹤的栖息地 现在变成是那羊妹妹在那边吃草的地方 然后就有当地的居民就想到说 天哪 我从小长到大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类似的 没有 现在变成羊妹妹在吃草 另外那个已经完全没有水了 所以他们就说 这实在是太可怕的一个情况 极端气候的状况 真的让整个 就是生态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那另外呢 这个才看到的这个是 这没有暴雪呢 是 它这个不是暴雪 是冰暴 冰暴 对 这个画面是在哪里呢 是在美国 美国其实也非常多州 呈现了一个极端气候的现象 你现在看到的是 阿肯色州跟密西根州 它出现了这种极端的冰暴气候 比瓶盖还要大的冰暴 直接打落到 刚刚那个车子的玻璃都打碎了 对 很夸张 然后整个异常 这个真的是 南部有超过26万亭步 那美国现在他们专家预测 预计会有七千万人 会受到这一个极端气候的影响 那阿肯色州是冰暴 现在另外一方面是在哪里呢 美国的密西西比州 这边是从周末到周一出现了个暴风 暴风 狂风 暴雨的情况 而且他们说当第15日 遭受到了300起的风暴 甚至有七个龙卷风袭击